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神经痛 因为周围的神经产生了病变 所引发该神经支配范围 引起疼痛的现象 那这神经痛就会伴随着咳嗽 打喷嚏 或者是其他的动作用力的时候 就会加重疼痛感 有些则会因为持续某一些姿势 而加重疼痛 那神经痛的感觉呢 包括了灼热 刺痛 挣扎 垫疾 想蚂蚁爬 轻触痛 突然间的抽痛 冰冷 麻痹 有时会合并不同程度的感觉异常 那周围认为呢 神经痛与风湿痛类似 是因为虚寒 及水分湿气所造成 只要温热身体就能够改善 换句话说呢 透过泡澡 疼痛就可以舒缓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呢 应该要注意让自己多流汗 排尿顺畅 让自己水分不累积 温热不虚寒 这样就能够改善神经痛了 除了泡澡之外 以下也跟大家说说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让我们远离神经痛哦 那第一呢就是生姜卵生 生姜汤呢加上切碎的青葱 一天喝二到三次 生姜葱都有温热身体的效果 一起喝效果更好 第二辣椒抗震痛 辣椒能够长时间产生高温 适合拿来外用热敷缓解震痛感觉 用半杯水加入六条辣椒熬煮 并与三片磨成泥的生姜 面粉混在一起 制成贴布使用就可以了 那第三呢就是青贝鱼防神经痛 撒丁鱼 青鱼 秋刀鱼等青贝鱼含有DHA 可以节省体内的坏胆固醇与中性脂肪 并增加好的胆固醇 改善血液循环 也能够预防高血压等现代病 当然啦 想要拥有健健康康的身体 最重要的还是规律的饮食 正常的作息 不然再多的偏方都是无济于事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